花蓮区会主办的友善赏金解说语言培训典礼开训 举办了首行民敌出行典礼 活动是由区会总干事林俊吉来主持 与友善赏金解说学院一起搭乘赏金船 实际领略花蓮赏金旅程的魅力 也给予参训的学院交打气 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学习成效 活动主席花蓮区会理事长张国贤 海洋委员会海洋保育署海洋生物保育组科长 贺庆林 台北公司花蓮厂厂长黄永达 花蓮区会厂务监视王登义 花蓮区会总干事林俊吉 整多位贵宾列领参与盛会 花蓮区会总干事林俊吉 非常感谢各界热烈参加解说培训 并表示友善赏金解说 一直是花蓮县观光中央的推手 无论是中央以及花蓮县政府 都非常重视解说人员的培训 目前正值赏金热计 国内留意因疫情消解而正夯 友善赏金解说员将经由培训 并且派驻在各港点担任解说人员 期盼能够为花蓮海洋保育注入生理军 并且解说海洋生态以及金团保育 得以扩大的落实 透过聚焦室课程安排与协习互动 将海洋的生态保护 维护海洋环境永续发展 透过赏金活动传递出去 让金团生态旅游成为一个兼顾保育 与愉悦经济双赢的契机 并且以满足不同城市游客的需求 感谢今天所有参与活动的长官 及嘉宾的丽临 也感谢加入友善赏金导览员的圈顶学员 成为一位海洋的守护者 活动结束之后 花蓮区会总干时林郡局 还邀请以后的贵宾 与友善赏金解说学员一同搭车赏金船 实地领域花蓮赏金旅程的魅力 并给参讯学员们交易打气 希望学员们能有更好的学习成效 记得终于欢迎收看了